春节过年回家遇到熊孩子怎么办 今天贤哥教你一招 等到了饭点全家人围坐在一起 熊孩子要开始作妖了 他拽你耳朵掐你脖子 还把一把面条直接扣你脑袋上 你肯定忍不了了 但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拎起熊孩子 去报告他家长 因为通常你会收到这样的回复 他只是个孩子 你无力反驳 你百口莫辩 怎么办 教你一招 以笔之道 还施笔身 你也把面倒在熊孩子母亲头上 如果熊孩子母亲发飙了 不要怕 立马钻进你爹的怀里 他还只是个孩子 然后 他还只是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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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不是个孩子 谁还不是个孩子呢 愿天下熊孩子 青春永驻 新年快乐 这还没完 过年回家 还有比熊孩子更可怕的 没错 七大姑 八大姨 饭桌上 他们看似热情 但话里有话 工资多少 买房了没有 有对象吗 一套夺命三连 让你黑暗水直流 什么时候成亲 什么时候生子啊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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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你告诉七大姑八大姨 说你现在还年轻 专心搞事业 还不是考虑儿女私情的时候 但千万不要妄图他们理解你 因为你和他们的价值观永远不会在一个体系 他们只会再补一刀 怎么办 再教你八个字 先发制人 唯快不破 我呀 七姑 春节过年回家 遇到七大姑八大姨的盘 问怎么办 今天贤哥教你一招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在对方出招之前 先发制人 八姨 你老相貌正义 情形怪状 你还是现实一点 王铁将家的傻不有何不好 你就是头发有点少 智商有点 你脸上有点巴 出门还忘穿鞋嘛 是不是哪点配不上你了 你非要给他介绍漂亮姑娘 可人家需要前三届 后三届的房子 需要四轮双排坐大马车 你和巴一夫又买不起 唉 令郎这位子 恐是难成家世了 对了 为什么他最近和三弟 成是初双入对 关系越来越亲密 哎呦 反正你要不觉得尴尬 那尴尬的就是七大姑八大姨 大家有什么话 就放到桌面上来说吧 扛过了七大姑八大姨 过年回家 你还要面对一个终极难关 是的 没错 灌酒 那些所谓的亲朋好友 都等着在酒桌上 看你笑话 但也不用怕 送你三招 第一招 撒自觉 装作不经意的 把碗里的酒漏掉 撒得永远比喝得多 但切记 如果你没有一把浓密的胡须 那漏出来的酒 就会撒在衣服上 容易漏出马脚 透过不堪摄像 第二招 破自觉 趁大家不注意 将酒破向身后 轻松做到千杯不醉 但千万千万要注意 破的时候 一定要看背后 有没有人 最后一招 兔自觉 将酒喝入口中后 先不要吞 把碗翻过来 诶 是以我全干了 然后装作用毛巾擦嘴 把酒偷偷吐入其中 神不知鬼不觉 但切记 要勘紧毛巾 如果不小心被身边的小姐姐拿去用了 后果也将不堪摄像 说了这么多 你学废了吗 春节过年回家 遇到道德绑架怎么办 这天 刚刚打败了大猫王的大侠卢小鱼 迫不及待的荣归故里 准备享受来自乡亲们的敬仰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 看似热闹温馨的场面 其实背后暗藏杀鸡 听说小鱼武功高强 这位大妈就叫他帮忙耕地 只要稍有不愿意 大妈就会说 这一方水土养育了他 吃五股杂粮长的 他居然连龙活都不愿意干了 而他屁股还没坐热 就有另一个大妈 让他帮忙捞出吊在毛坑里的钥匙 你要问他为什么不请个工人 他就会说 请工人要钱 金号不要钱吗 哎呦 我就像他很精彩的一幕 你小时候 我还给你擦我屁股呢 而更过分的是 这边小鱼还在给乡亲们签名 那边就有大叔拿着他的签名纸 给自家孩子擦了屁股 所谓的大英雄 在这帮乡亲们的眼里 和一张擦屁股的侧纸 也没什么不同 小鱼气得要发火 却又被按住 相信让他上台 给大家表演下 他的绝世武功 如果稍有推辞 就会有人这样说 出名了 大牌了 喊不动了 哎呀 我们没资格啊 心想人家的表演啊 没言语 可等小鱼上了台呢 台下这些人又根本不care他 村民们一会儿过起了生日 一会儿表演起了现场生娃 甚至连七九老爷也不消停 直接现场直播 灵魂飞升 最后连肉体都变异成异形 其实遇到道德绑架 最好的办法就是暂时丢掉道德 我没有道德 你怎么绑架我 这部荒诞不惊 却又充满了对现实讽刺的网剧 叫做 大侠卢小鱼之西洋红战队 由卢振宇自导自演 是他继嘻哈三部曲之后的最新作品 这部剧的评分 目前来看暂时不是很高 不过随着剧情的发展 赞同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多 比如这条 这条 还有这条 低开高走 评分和评价都呈现出不断上涨的趋势 客观地说 这部剧不该是这样一个分数 属于被低估的作品 熬过开头四集 后面是真的香 甚至可以说从二十集以后开始 全程高能 喜欢卢振宇 或者过年期间聚荒的朋友 不妨去看看吧